还要来关心今天一大早在南投的台三县已经塞车了 而且从草屯塞到了民间乡 大家都是归宿前进 因为今天大年初二不少人是要回娘家 还有许多的信众是要来到紫南宫 按照习俗抱荆棘回庙里加持 因此现场的人潮也挤得水泄不通 小客车一台接一台 大家都以归宿再前进走走停停 因为大年初二大家都满心欢喜的准备回娘家 甚至是到庙里拜拜总春 但是您知道吗 在开始行程前可得先经过长长的车潮 初二就回娘家吧 甚至一般信众都把土地公当作娘家 所以就回娘家 这里是南投台三县 塞车潮从一早就开始 而这么一塞竟然从草屯镇塞到民间乡 因为除了回娘家的民众外 还有不少人要到紫南宫来祈福拜拜 一早紫南宫又被人潮挤得满满满 因为信众都遵照出二回娘家的习俗 抱着金鸡回庙加持 更有人为了求发财经在庙排成长长的队伍 香火可以说是非常兴旺 金鸡回娘家 想说让人回来看看土地公土地婆是不是 对对对每一人都固定出二 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人潮车潮 想出游的民众最好多留意路上的状况 免得美好的假期就这样赛在路上 记得赞入查理拿头报道